黃毓民議員 謝謝主席,明知是拉布又幫拖 所以大家都很感激你 你看現在,只是民建聯坐11個議員 所以他最有discipline的,即是講建制派來說 這些是正正式式最忠誠的建制派 前面的經民聯,剛才拿了一些工具進來 你們是這幫斯文人,掛到亂籠,好學不學 學習梁國雄做的事,你看我現在沒有道具 我現在改邪歸正 你真是,竟然走回頭 搞搞震,阻礙所有視線 那你卻又是一樣做 現在人家明明擺在這裏,又是用宗旨代俗來抓 你又怕寫人家,喂,大哥,還有兩折多 可能隨時可以過到都未定,不要了,幫幫忙 那他每個都發言,你只是在文建聯,葉國謙說完之後 現在蔣麗文應該要按制的,看款式 輸人不輸陣 何仲賢說來,提你的名字,你又要按的 陳恒包就說完了 待會就到張哥又說了,到最後主席說了 大家齊齊過堂,今天就休息 最好待會投票支持 那就不用煩了,下午也不用開 反正都有結局,一早就知道 所以我建議大家今天開開心心情人節 昨天大主席說了一句就對了 希望大家今天這個財委會議很快樂 現在最快樂就莫過於支持這個動議 支持這個動議,大家就回歸了 禮拜六,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剛才李慧琼說,你現在要阻礙梁振英想做的事 哇,梁振英想做的事很多 他想做的事我們就要讓他做,這樣就很麻煩 還有,做任何一件事都要經過幾個階段 第一就是想,第二就是說 第三就是做 大哥,你想也可能有問題,想撞你的心 然後你又不說,說就說得不清不楚 那怎麼做呢?請問 這幾個階段都要讓我們覺得 為何你會有這個構想 是不是真的要推動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 給年青人一個未來 好像盧偉國,希望死了 然後你就要說,說就是論述 那你有甚麼論述呢? 關於這個創新及科技局 到最後,你的論述得到我們支持 那我就讓你去做 是不是? 梁振英要做就讓他做的 阿瓊姐 那你又沒有空 是不是?如果他動了歪腦筋 那你又讓他做? 是不是?當然不讓他做 所以今天呢 這個所謂的宗旨待續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看你們這麼齊人 現在是差一個朱根 朱根呢? 朱根在哪裡? 所以你看人家民建的自由黨 只有一件在這裏 工聯會就只有一個王國興 所以比較起 自由黨有兩件在這裏 還有我三點鐘有蛋撻請你吃 情人蛋撻 下一位是黃定光宇